心动期太可惜了 赵沐晨与小咪的悲情收尾 爱情何以走向绝路 在心动的信号期中 赵沐晨与小咪的爱情故事令人揪心 最终却以悲凉收场 这段看似美好的感情 为何未能走到最后 赵沐晨真的弄丢了 那的曾经满眼都是她的女孩 软小咪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赵沐晨与小咪的关系引发了空前的关注 两人的绯闻互动 以及逐渐加深的情感 都曾吸引了一大批粉丝的目光 主要原因 沟通能力不足 这无疑是导致赵沐晨与小咪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浪漫的约会还是平常的交流 良好的沟通都是维系感情的基础 然而赵沐晨在这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 频频产生误解 导致小咪的心灵深处产生了无形的距离 倒茶事件的尴尬 那天的聚餐气氛一度十分热烈 嘉宾们围坐在餐桌旁 举杯供饮 欢声笑语弥漫在整个房间 然而 在这片欢快的氛围中 赵沐晨的注意力却似乎偏离了主轨道 他再无意间对宇凡表现出了格外关心 那些细致如微的举动 像是春风拂过湖面 轻轻拨动着宇凡的心弦 小咪坐在赵沐晨的对面 将这些细节尽收眼底 他的心情逐渐变得沉重 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 预照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但内心却是波涛汹涌 拧火在胸中翻腾 就像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随时都可能爆发 小咪的愤怒并非无缘无故 赵沐晨对宇凡的关心 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被冷落的不安 那种感觉 就像是原本属于他的温暖阳光 突然被一片乌云遮挡 让他陷入了阴暗和寒冷 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变得锐利 紧紧地盯着赵沐晨的一举一动 每一次微笑 每一次碰杯 都像是在他的心上狠狠地画上一刀 尽管小咪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 但他却选择了将这份情绪深藏在心底 他没有当场发作 没有质问 甚至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的迹象 他只是默默地咬紧牙关 将杯中的酒饮而尽 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痛感 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 那鼓压抑的气氛 以及小咪眼中难以掩饰的失落和愤怒 模棱两可的解释 在随后的交流中 赵沐晨尽力想要阐明自己的行为背后的意图 但他所用的含糊其词和暧昧不清的态度 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让原本怀着希望想要修复两人关系的小咪更加迷惑不解 这就像是在一条漆黑一片的隧道中盲目的摸索 赵沐晨的解释不仅没有为小咪点亮一盏灯 指引他找到出路 反而像是一股迷雾 让他在情感的迷宫中更加迷失方向 每一次赵沐晨开口 小咪都在期待能够听到一个清晰的解释 一个能够让他理解并接受的理由 然而那些模棱两可的表述 那些似乎可以回避重点的言辞 让小咪感到无比沮丧 他开始怀疑 是不是赵沐晨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给他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小咪的心中 原本就积聚了一团昏问的情绪 赵沐晨的这种沟通方式 就像是往这团火上又浇了一桶油 他的不安感再逐渐增强 焦虑如同潮水般涌来 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他开始回想起两人过去的点点滴滴 那些美好的记忆如今 却变得模糊不清 仿佛被这场沟通障碍所侵蚀 赵沐晨似乎也感觉到了 小咪的情绪变化 他的语气变得更加急切 试图挽回局面 但是 他的每一次尝试都显得那么无力 那么不合时宜 他不知道 真正的沟通不仅仅是说话 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感受到诚意和真心 而在这一刻 小咪所需要的 正是那种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真诚交流 恶化的误解 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赵沐晨和小咪之间的关系 像是一幅逐渐褪色的画作 色彩越来越暗淡 细节越来越模糊 两人之间的状况不断恶化 如同被侵蚀的河堤 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坚实与稳定 赵沐晨与宇凡之间的互动 原本可能只是朋友间的普通交流 但在小咪的眼中 却因为猜忌的滤镜而变得暧昧不明 这无疑进一步复杂化了事情的发展 在这段充满疑云的日子里 小咪的内心像是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吞噬 那种恐惧如同夜幕降临后的一影 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 她的心中充满了疑问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赵沐晨对她的情感 并不像她所认为的那样坚定 她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次关心 是否都蕴含着更深层的含义 小咪的思绪如同纠缠在一起的线团 越想解开 反而越加混乱 小咪开始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线索 试图找到赵沐晨情感变质的证据 她回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那些甜蜜的瞬间 如今却似乎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她的心中充满了不安 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薄冰之上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坠入冰冷的深渊 赵沐晨或许并未意识到 她的行为已经在小咪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而这些种子 在猜忌和恐惧的浇灌下 逐渐生根发芽 长成了难以逾越的隔阂 小咪的内心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她既渴望得到答案 又害怕真相会让她无法承受 这段感情的走向 如同悬在半空中的利剑 随时都可能落下 将他们之间的联系一刀两断 最后的对话 纠缠的情感终于在一次单独的对话中来到结局 当小咪试图寻求答案时 赵沐晨的无力回应令人失望 她无法明确表达自己对小咪的态度 令她感到无比失落 情感的缺口再次扩大 最终导致了这段关系的决裂 爱情 是一场需要双方不断沟通和坚定选择的旅程 然而 在赵沐晨与小咪的感情发展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那种勇敢而直接的表达 他们的心意虽然坚定 但在行动上却显得犹豫不决 左顾右盼 仿佛害怕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沟通的缺失 像一道无形的屏障 横跟在两人之间 他们的真情使感未能及时地道澄清 误会和疑虑因此滋生 也让其他嘉宾如定豪看到了可乘之机 试图插足这段原本属于赵沐晨和小咪的感情空间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 对赵沐晨和小咪的恋情充满了期待 但也难免感到惋惜与遗憾 明明两人之间有着那么多激情四射的火花 却因为伍杰与沉默而错失了相互靠近的机会 每一次眼神交汇时的闪躲 每一次语言幼稚的沉默 都让观众为他们焦急不已 在节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赵沐晨和小咪在互动时的甜蜜瞬间 那些不经意的笑容 那些温暖的关怀 都显示着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感 但是 每当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感表达时 他们总是不约而同的选择退避三摄 让那些真挚的情感胎死腹中 定豪的出现 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激起了层层涟漪 他的主动和直接 与赵沐晨的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让小咪的心开始动摇 观众们看着这一幕 心中不禁为赵沐晨和小咪的感情 走向捏了一把汗 爱情需要勇气 需要两个人都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 敢于向对方坦白 赵沐晨和小咪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中的美好 也让我们反思了沟通在关系中的重要性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大开心扉的钥匙 不再让五姐和沉默成为他们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 结局终究是开放的 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 作为旁观者 我们不妨静下心来 深入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 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五姐与沟通障碍 是否我们也曾在爱情的道路上 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了握住幸福的机会 或许 正因为有了这些深刻的反思 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爱情的真谛 才能在未来的情感历程中更加成熟和从容 那么 你怎么看待赵沐晨与小咪的分手呢 是遗憾的错过 还是必要的放手 在感情中 你认为哪些方面最为重要 是坦诚的沟通 是彼此的信任 还是无谓的勇气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无疑 这些都是构建稳定感情关系的重要基石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语言 分享你的看法和故事 也许你的经历 你的感悟 能够启发他人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个开放的平台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关于爱情 关于成长的种种话题 不论你是感情的过来人 还是正在探索爱情奥秘的旅人 你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让我们在讨论中学习 再思考中成长 一起探索爱情的奥秘 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因为爱情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相遇 更是一场关于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旅程 感谢观看